大家好,各位早晨 這齣電影在看之前的期待很高 因為這齣電影我看過很簡短的簡介 我不是真的知道它的故事說什麼 但我知道它是那種誰是真空的電影 只是這類電影我已經想看了 然後她的男女主角是有Cherce Ronan和Sam Rockwell 兩個都是很好看的 我喜歡的演員 然後是我喜歡那類型的電影 很棒 所以這齣電影在拍攝之前我已經很興奮 然後開了沒多久 她開始在說Agatha Christie 她說是同道中人 很棒 她的故事跟Agatha Christie有直接關係 因為她的故事 是說Agatha Christie有個很有名的畫劇 叫The Mouse Trap 我沒有看過 因為我不看畫劇 我也沒有買過那本書 我只是看Agatha Christie的小說 我沒有看過 但我有聽說過 是很有名的 她說 在50年代 這個畫劇已經演了很多次 演到第一百次 那一晚就發生了一宗命案 然後有一群人 然後其中一個就死了 然後就有兩個 一個警察 和一個新宅師妹 就是Sam Rockwell 和Cherce Ronan 他們去查這宗案 就是要查出究竟是誰做的 就是誰是真兇 去到最後 有告訴你 哪一個是兇手 他查案的過程 他也是認真去查的 但是他的風格 有一點點戲劇 有搞笑 有一點點漫畫化的感覺 尤其是Cherce Ronan 那個很多嘴 說話不停的 新宅師妹 那個角色 特別是有那種喜劇感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對於這齣戲 我在看之前是很興奮 然後看了他的開頭 就好像很過癮 但是 去到最後 我就不太喜歡這齣戲 首先 他的故事 雖然他在這齣戲裡 經常說 Agatha Christie 又說他的話劇 那些 但是 作為一個 瑞士真兇的故事 這種探案故 Mystery Mystery story 我覺得是一般的 他那個真兇 不是說 不合理 不是說 去到最後 是一個你完全沒有見過的人 突然出現 未知 在畫面上 那個人有出現過 但是 但是 作為官 不是 他的 他的故事 不是那種 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可以參與 去 找線索 去猜是誰 你可以猜 但是 去到最後 你猜到是誰 或者猜不到是誰 純粹是 亂猜 你猜到 如果猜到那麼多 你撞彩 不是說 有些什麼 巧妙的 計謀 然後你看穿了 看破了 或者是 有一些 作者 或者導演 故意 留下一些破綻 然後 你看到 作為觀眾 你看到 那個破綻 他放在那裡 然後 我找到 就是 沒有 如果猜到 就 純粹是 亂猜 這些 就不是 一些 很好的 偵探故事 就是 一般的 偵探故事 所以 這個故事 雖然 是 我很有興趣的題材 但是 質素 質素 只是 一般 我覺得 至於 那些演員 我 看這齣戲之前 我最有興趣 是看那些演員 其實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他其他的配角 都是一些很好的演員 你也會認得他的樣子 在其他戲裡面 你看過他做主角 例如 馬丁路德金 都有一個配角角色 他 我覺得 是一般 那些演員 本身 是 好看的 每個人都好看的 每個人的表演 都是好的 但是 那些角色 就不是 特別討好 例如 好像 男女主角 我剛才說 我很喜歡他們 我沒看 我根本就喜歡他們 但是 在這齣戲裡面 他們發揮的機會 其實不多 Cherce Ronan 那個 那個角色 都好些 可以做些 一些 有些 八妹仔 然後 有些過癮的對白 給他講一下 但是 Sam Rockwell 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就是 他 搞笑又可以 認真又可以 他做什麼都可以 他真的 但是 在這齣戲裡面 就是要他做一個 經常喝醉酒 以及 很猛烈的 一個 老差骨 那樣 沒有什麼 給他發揮的機會 其實 至於這兩個演員 就是這個男女主角之間的 Chemistry 在這齣戲裡面 他們是 去到尾 其實他們 都不是很配合的 其實 不是演員不配合的 而是 故事裡面 是說到這兩個角色 去到最尾 都不是很配合的 這樣 那 很自然 那兩個演員之間 就沒有那個 Chemistry 因為那個 那個 故事都不容許 根本上就是 因為沒有機會 給他們 他們之間 根本上就是不應該有Chemistry 也是 反映了出來 這兩個好的演員 他們就做到了 沒有Chemistry 所以這齣戲 我覺得是很有可能的 有好的演員 有好的題材 有一個很過癮的想法 但是結果出來 我覺得各方面都是強差人意 變成普通了 有這樣的混合 我就期望 就是 我期望 不是 就這樣普通 一般 結果他只不過是一般 我也不會說他難 但是 絕對是失望 我覺得是 所以我給他評分 是C 可惜 我覺得